这个彩色,而是你的望见显出这个彩色 这重复说明前面所讲的虽献是镜 虽然显现出是有的无从眼影的镜间 这个都是不是色法所造的,没有实法 所以叫做望见 还有,所谓灰色所造的意思啊 是完全依托眼睛有病的病相 显现出来的假象,才有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 原因跟见的毛病 统统都是众生的烦恼业力所显现 都没有实体 如果是亲近的眼睛来看 这些都没有 亲近的眼睛就是没有病的眼睛 没有病的眼睛 只圣人 圣者 上至诸佛 佛彻底破除烦恼 他完全没有烦恼 所以他就是静默 亲近的眼睛 他看就没有原因 而我们看有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根本无名 贪嗔事的烦恼 所以看到灯光上反射出无从原因 而众生的执着烦恼生气 所以有这个无愿身心的假发 然 见心者 终无见旧 然是转于词了 见心者 一个人 眼睛生病了 看到前面的灯光有原因 那么 自己如果知道那是自己的眼睛生病所看到的原因 没有实体 知道这个眼病所现出来的五种彩色的原因 那个知道的知 就是见心者 一个人知道自己眼睛有病 所以看到有彩色的原因 这就好像了解佛法了 懂得这个无愿身心 是由自己的烦恼妄想所显现的 没有实体 所以能见心的 知道他是生病的 那么见的当体就没有过失 旧也是病 中无见就是他一定就没有见上的毛病 自己知道这个问题 见的当体啊 就没有这个见上的毛病 这个就是好像 你知道自己有亲近的真心 所谓自信 亲近心 自己的真如自信 自信 亲近心理 没有这些东西 啊 这些东西都不够的 那么假如把这些妄法都去掉了 就是恢复原来的 亲近的啊 这个目标 啊 所以见心 灰病 前面所说的 见心灰病 能知道这个 所见到的这个东西 啊 那是妄法 不是实体 因为眼睛有病才会 啊 我知道自己眼睛有病 那么就能够知道那个啊 五种彩色是假的 眼睛的病也是一死的 治疗好了就没有问题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我们有五愿身心的我法二知 只要把这个执着断除了 就是恢复原来的亲近的眼光 就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接下去 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啊 同分望见的内容 说 立你今子 一目观见三合国土 急诸重生 皆是无时见并走成 这就是啊 以前面的一字 立这个难字 啊 立 举例子 啊 立啊 就不是比方 不是比喻 就是拿这个相同的立 来立现在这个道理 你 指望呢 今天 现在你眼睛所看的 一目 关键 那个目 能看 就是众生的见分 是见分 是分的见分 啊 三合国土 急诸众生 这就是相分 啊 这是相分 见分与相分 相对的 因为自己 有见分 而这个见分 是从自证分 而发出来的 啊 是一种妄法 就好像第二约 啊 那么你见到这个三合国土的相分 好像水中的月银 啊 都没有实体 啊 一个人的别夜望见 见到的 圆光 五次 五次重叠 啊 那么 这是望 是别夜望见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后大地 宇宙万游 一切万发 乃至一切众生 这个都是望 都不是实体 都是假的 跟那个灯光上的五种彩色 完全相通 啊 那么所以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境界啊 通通都是五次以来 见上有病 所成就的 现在的 这个所看到的境界 啊 你不要以为我们见眼睛很好啊 没有病啊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眼病很重 是什么病啊 贪嗔痴的烦恼 这些贪嗔痴的烦恼病 啊 执着我法而知 所以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山后大地 一切万游 你一看 炎然有识 实际上 他们都没有释放 啊 所以 跟那个灯光上的原因 没有两样 完全相同 这个道理呀 比起这个眼睛看到的灯光的原因 难懂得多 难了知得多 因为灯光上的原因 眼睛好多人都没看到 知道他是旺 而现在看到的山后大地 我们再到周围 没有一位不是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言言是事实 我们看到实在就是实在的 啊 那么这个时候他是旺 普通一般的人呢 很难很难了知 啊 要体会到这些事旺 很不容易明白 经文讲到后边啊 啊 呃 这个 如果一人发生归缘 十方悉空 细节消润 这个在第九卷 啊 一个人发生归缘 恢复到原来的 亲近真心 正道真如自信的时候 连虚空都要消润 何况这个一千万法 这个都不是实的 啊 悉空尚且要消润 何况这个山后大地 宇宙万有 你所看到一千零 我们看到阎然是实在的 例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地 哦 好 好硬 很厚 啊 这个大地里面还有好多好多 啊 这个一切众生住的地方 下面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看阎然是实在的 可是你知道那个正道神通的人 阿罗汉献十八遍 利水如地 利地如水 阿罗汉看这个大地 跟水一样 他可以在大地上进出 完全不妨碍 所以 正道阿罗汉国的人 他的无漏神通啊 这些墙壁都关不住他 嗯 他也不必让他 那随时可以进出 他看就是跟水一样 完全没有尸体 所以到了睡醒以后啊 就会知道梦中的境界是甲 现在我们还在梦中 所以很难体会这个甲 这个甲的情况啊 必定要等到我们开悟了以后 正国了以后 像阿罗汉能陷十八遍 哦 那个时候 这个大地啊 等于跟世间所看到的水 虚空 没有两样的 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阎然是实 实际上都没有实际 啊 先明白这个道理呀 才能把这个世间看得破 看得破才能放得下 能放下才得自在 看破 放下 自在 学佛 要学这六个字 啊 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看得破呀 你知道这些是假的 就要看破了 假的你要他做什么呢 明明是假的嘛 知道是假 就看得破 能够看得破才能放得下 放得下才得自在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山火大地 阎然是实 这个是我的东西 那是我的东西 所以看不破 看不破就放不下 放不下也就不会自在 啊 所以临终要死了 快断气了 还要问 讲菜瓜 不在我修记来不 哦 这就是放不下 啊 这就是把这个世间诸实 员然看作事实 原因就在这里 接下去的文字啊 简简得不得了 太简单 凭文字上看 难懂 啊 呃 最难的是这一段文字 看文字根本没有办法懂啊 呃 加字上去 能够把这个文字销得通 就算好了 啊 不必讲要怎么样子深入 啊 这个要很注意了 啊 简 简 是现前之境 这就好像现前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 这个境就是相分 能看这个现前之境的 见 那就是见分 愿我绝明 见所愿心 愿 下面叠几个字 愿非 外境 现在我们看到的外面的境界 并不是真正有的外境 那个愿字 你把它叠上愿非外境 加上非外境三个字 来说明前面所见的境不是识 那么既然不是外境 为什么会有啊 既我绝明见体所愿之心 愿我绝明 见所愿心 你把愿字 一段落看作 愿非外境 那个外境没有 不是石油 既我绝明见体所愿之心 我之前 加一个机制 绝明见所愿心 那个见字下面 加一个见体 见体 见体所愿之心 见体所愿之心 就是我们现在见分上 见分当体呀 生起一种病相 看到前面的境界 黏然有时 旧 旧就是旧 就是我自己 绝明上 绝明 是见性当体 见性当体 生起的一种见体 这个见体就是能见的作用 这个能见的作用 就是见分 见分所愿的外境 原因就是因为 你自己眼睛上有心 见所愿心 见分当体上 生起这个见的病 就是妄法 就是那个心 心就是眼睛的病 因为我眼睛生起有病 所以看到外境 好像五种彩色重叠的原因 所以有这个山火大地一切 借见之心 这句话 要谍字 是以 绝体 熟体 见分绝